哈喽大家好我是罗尼 欢迎您收看咱们今天这期啊 今天咱们要聊一聊美日的联合声明了 在美国当地时间呢 4月16日 日本首相菅义伟 成功的见到了美国总统老拜登 这回没说错啊 老拜登 在会见的过程当中 包括整个的流程都非常值得 我们一说啊 我们待会再说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美日之间的联合声明 还出了那么一些小差错 我这些差错呢 我觉得是人为故意的啊 美国登出的英文版和日本登出的日文版 是两个版本 那么特别在英文版本当中提到了 南海香港新疆东海还有台湾 当然这个联合声明当中 并没有直接用台湾啊 因为限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美日之间的这个联合声明呢 如果直接提到台湾的话 会引起非常巨大的反应 所以我觉得这是刻意回避掉了 那么紧随其后的日本外务省呢 又发表出来一个叫中美领导人会议纪要 在这个会议纪要当中 这些东西都不见了 都被阉割掉了 我指的是文件啊 那被阉割掉了之后呢 就引起很多人的遐想 有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日本这样去做 我想从政治军事和经济 这两个方面啊 政治和军事是放在一起的 经济是放在一起的 我们从这两个方面来聊一聊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日本这样做 首先我们要说一下啊 大家不要把日本和韩国当成一个 正常主权的国家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 导致了日本和韩国 他们根本不可能完全或者是正常的 自主的行使自己国家的主权 表现出自己国家独立的意志来 所以呢 特别是身为中国人的我们 不需要对日本和韩国拥有太美好的期待啊 不然你会愤怒的 所以我们平心静气的来看一看 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包含日本首相菅义伟在会见美国总统老毕灯 这回说错了啊 老毕灯的时候就老毕灯吧 会见美国总统老毕灯的时候 在整个流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事啊 这都非常值得一说 我们把它串起来看一看 美日之间的这个联合声明当中 英文版特别提到了一个包括核子武器 在这张英文版的联合声明当中呢 特别提到了这么一句 就是美国强调他坚定不移的致力于通过 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各种能力保卫日本 这一段出来了之后呢 其实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 很多人就在说了 哇美国真拼啊 真帮日本啊 如果日本出了问题的话 美国是要使用核武的 反正第一啊 从我的角度啊 这个东西呢 当做一个承诺 美丽的承诺就好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再来解读啊 他除了是承诺之外呢 他也是一种敲打 为什么说他是一种敲打呢 在1945年8月6号和9号的时候 民主自由人权的美利坚 送给日本广岛和长崎两项大理 那两颗蛋 这是人类在历史上首次 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哈 美国对日本承诺的那个哈 核武 利用在实践当中啊 当然可能有些网友 可能说到这里觉得 罗尼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呢 我们稍后往下看 是不是在开玩笑啊 这是日本首相菅义伟 在赴美的过程当中 和美国总统拜登 签完美日的联合声明之后 美国为菅义伟安排的 一场特殊的旅程 这个地方呢 叫做阿灵顿美军公墓 日本首相菅义伟呢 还在这个地区啊 手按胸口 虔诚的祈祷了一下 而在这个地方 安息的正有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送给美国大礼的美国英雄 那么其实整个菅义伟在行程当中来说也并不简单 首先第一大家在之前的网上也看到过 菅义伟呢 跟美国的一个部长啊 鞠躬啊 这次到美国呢 也不例外 首先 菅义伟并没有得到了美国总统或美国总统团队的迎接 反而他先见了美国的副总统哈里斯啊 其实这并不符合外交对等原则 当然了 在外交对等这个方向呢 日本好像没有资格要求他的美跌 直到一提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建完了哈里斯之后 菅义伟呢 才见到了戴了两层口罩的拜登 发表完联合声明之后呢 菅义伟就被安排了这个旅程 而在这个旅程当中 美国总统并没有陪同啊 陪同菅义伟的是一个美军的少将 同时旁边啊 掌管礼仪的士兵们 合枪实弹的 陪同日本首相菅义伟 一起进行一个参拜活动 在我看来 美国在用这种方式 不断的在告诉日本一件事情 清楚你的身份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哈 日本如何如何了 他就是怂了 他就不敢惹美国 其实呢 他当年也尝试过 不仅尝试过一次啊 在1854年的时候呢 日本曾经抵抗过一次 最后呢 美国用神奈川条约教育了日本 而后呢 日本发奋图强 重振雄风啊 在1945年8月的时候呢 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教育了一下日本 那从此之后呢 日本是不是就这样认命了呢 并没有 日本再一次发奋图强 在1985年的时候呢 又被美国用广场协议教育了一下 心疼日本一秒钟啊 经历了这几次的折腾 日本 终于消停了 因为他实在是爬不起来了 在政治 军事 经济 文化 各个方面 美国用他强大的力量 从灵魂上 征服了日本 那么你说日本是不是就此认命了呢 他还是有一点点小倔强 为什么他有一点点小倔强 大家看到这个不一样版本的美日联合声明就能看得出来 日本还是有他的小倔强 他的小倔强在哪里出现呢 接下来呢 我们从经济上来看看日本的小倔强 这是2020年1月到12月的时候 中国和日本经贸合作的一个简况 在2020年一年当中 中日经贸的总额呢 是3175.3亿美元 对于中国来讲啊 在中美贸易战和疫情的影响之下呢 中日贸易在2020年还是能够增长0.8% 那在下面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日本对华投资的呢 是对中国同比减少20%的 但是中国对日本的投资 同比增长42% 这是其中之一的原因 那么紧跟着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日本在2020年的时候呢 出现了GDP的负增长 很难正增长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个 这是日本政府公布的 2020年日本对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总量 计价呢 是以日元来计价的 那现在大概的汇率是 亿美元对108点几的日币啊 我们就当100倍来算啊 2020年日本和中国之间的 这个总的贸易额 也就是说出口和进口高达三兆日币 那么换算成美元的话呢 也差不多 和中国的商务部刚才公布的那个 是差不多的 那么在同年 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量呢 是多少 我们看一看 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和进口 总共是1.7兆左右 明显呢 是对美国出口的多 进口的少 那么这个2020年呢 我们只能当作是一个参照 2020年呢 我们暂且把它当作一个参照 为什么呢 其实2020年是有一个不可抗力的因素的 因为受到全球疫情的影响 虽然受到全球疫情的影响呢 可是日本对于美国和中国的这个贸易总量还是值得我们去参考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最后一张图 我们从这张图上可以直观的看到 日本在2020年对世界的这个贸易总额的比例分布 其中一个米国哈 那个米国呢 就是美国了 占日本的总贸易额当中的15% 日本的总贸易额在2020年在亚洲是占54%的 那其中中国就占了24% 所以我们在看完这些图之后 我相信大家脑海当中应该有一个概念了吧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在和美国做完联合声明之后 在日本的外务省又出现了一个没有一些敏感声明的日本的会议纪要 在RCEP签署之后 东盟十加三 包括对于中国来讲 日本也是非常大的贸易伙伴 中日之间的贸易其实在量上来讲 在东盟地区来讲 日本的贸易量也是非常可观的 不管是日本2020年的GDP 还是日本本国的经济 还有日本未来的冬奥会 我指的是东京奥运会 还有日本和美国之间未来的贸易 日本在政治和军事上根本没有办法反对它的美跌 那么在经济层面上来讲 日本人也不是傻瓜 他们虽然知道美跌是不能反抗的 军事靠美跌 政治被美跌控制 总得有一些东西是美跌控制不了的 那就是庞大的贸易 还有未来整个东盟的潜力 网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东盟的潜力 整个东盟的贸易量高达两万亿 如此庞大的贸易量 如此庞大的未来潜力 对于日本来讲 它怎么能不垂涎欲低呢 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外务省会出现那个 没有所谓敏感声明的那些东西 在节目的最后 我说一下我的结论 我们在看完这些东西之后 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 日本在政治和军事上 根本没有办法反抗美跌 这是历史决定 那么美跌是不是一如既往的 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呢 从中国和伊朗签订了合作协议 美国的反应来看 再从乌克兰和俄罗斯 在黑海地区叫板 美国要派军舰去来看 再从美军要从阿富汗撤军来看 我们再看一看 为什么拜登在如此 崩狂反中的过程当中 雷声大雨点小呢 当然我指的雨点是实际上的动作 就是说美国实质上的出手 现在的老拜登政府 老登同志 没有这么多精力 因为他美国本国国内的事情 都处理不完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现在如此之甚虚 表面上说自己要打十个 那实际上他有几个 是真正出手的呢 当然了也有人说 可能说 这是美国民主党 老登政府的一个策略 美国一向不亲自出手的 一向都是找别人上的 以拜登的年纪 他并不能够再连任一次 甚至我个人觉得 他连这一届能不能干完全 都得看天命 那么拜登必须要为自己后面的人 铺好路 他虽然继承了川普 对于中国的所有不友善的策略 一方面说明了美国的两党一致的 觉得中国是未来潜在的对手 另外一个也不得不说 拜登在用这种方式赌共和党的嘴 那么从菅义伟的角度上来看呢 以菅义伟的状态 不管是他的家事实力 菅义伟只能干这种舔屁股的活 他将会成为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 背锅侠首相 他同样也会获得自民党内部的大佬们 对于他的这么一点点尊敬 因为没有功劳还有苦劳 没有苦劳还有疲劳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到这里 我是罗尼我在中国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